好的,我剛剛唱歌的時候呢 我的耳環就能掉下來 就留一隻在我的耳邊吧 好,那接下來呢 也是《木匠生妹》的一首歌曲 這首歌叫做《Top of the World》 然後唱這首歌的原因是因為 我媽跟我說 我覺得你心裡很適合耶,你不要唱看看這樣子 然後我唱,其實我真的很好聽這首歌《Top of the World》 然後所以之後的每一場演出 基本上都會唱這首歌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首 那首歌 那就來聽聽看這首《木匠生妹》的《Top of the World》 請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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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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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裡面也會提到我先生的名字叫Sakinu 還有我自己的名字叫做Safi 裡面也會提到一個我先生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叫做Kui 然後他現在人就是已經在天堂 那這首歌我們就是想告訴孩子 用比較輕快途搖的方式告訴小朋友說 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叫什麼嗎 你的名字叫Sariang 你的名字叫Sicca 你的名字叫Rongong 對 就是告訴我們孩子就是 不要忘記你自己的名字這樣子 所以副歌呢會不斷的一直重複 這句台灣族語叫做Dimaswandan 應該沒有台灣族在下面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在問就是 你叫什麼名字這樣子 Dimaswandan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